因為這個物體,這個圓柱棒磁化了 磁化它就有一個magnetization 由magnetization我們就可以從magnetization來求它的表面電流密度跟體積電流密度 這個是等效的體積電流密度 它等於curlm,因為m它是一個常數,朝Z方向的一個常數 所以它curl以後就是0 Kb就是等效表面電流密度 它的m cross n,magnetization n就是它的normal direction的univector 就是圓半径方向的 m cross n這個方向就是這個方向 m乘上1乘上90度 那就是這個字 所以它的等效表面的電流密度是m 大小就是它的magnetization 方向正好是fire的方向 fire的方向就表示說 這就是一個圓的表面在流動的一個電流 所以這個時候它就好像是什麼 它的情況就有一點像我們以前講的螺線管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很多 這是一個porm,圓的半径的一個結面 這是一個圓形的 它的電流在DZ距離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問p點 p點就是距離某一端 z圓,p點就是距離這一端是z1圓 距離另外一端是z2圓 在p點我們把它當作圓點 距離它z圓之處 我們取一個一個環狀的 帶環狀 那麼它的寬度是dz 它的單位長度的電流是kb 所以這個地方就有一個di 就是這個地方有個電流 這個電流就等於kb乘上dz kb乘dz 那我們就取這個環狀的電流 在這裡產生的磁場是多少 我們把這個當作一個激素 那就得了一個磁場的激素 然後再積分把這個電流 從這裡一直積到這裡 所以我們就積整個這個磁鐵棒 在p點產生的磁場 我們取一個環狀的表面電流技術 就是這個 di等於kb乘上dz kb等於m 所以它叫mdz di在p點產生的磁場 激素 就是以前我們講的一個圓形的電流 圓形的線圈上面有電流i 在距離它中心垂直走z遠處產生的磁場 我跟各位講過那個式子你要記起來 將來常常用 你看我們現在又用到了 好 那麼p點的磁場就是這個積分 就是這個積分 這個a就是半徑 a就是圓形線圈的半徑 等於這個積分 好這個積分 我們現在把它變換變數來計比較容易 dz等於a cotension theta dz就是負的 acos根平方 theta d theta 這個我們已經用過好多次了 a平方加z平方二分之三次方 就是等於1加z平方就是這個 a平方cotension平方 a提出來 a加cotension平方 theta cos根平方 theta 這一套你要花一點心思去把它記一下 最後這個是等於這個值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帶到這裡來 dz帶到這裡來 dz帶到這裡來 我們就得bp p點的磁場是等於這個值 你把這個帶進來 約了一約 它就變成這樣子的值 這個負3 theta d theta d theta就是cos theta 就是cos theta 2 減到cos theta 1 從這個值我們就知道 cos theta 2 這是小於90度的 所以這個cos一定是正的 cos theta1 這大於90度一定是負的 所以正值減掉一個負值還是正 所以這個括弧就是正值 正值就表示這個一定是正的 那就表示bp跟m是同方向 同方向 好 我們 這是我們上面得出來的 現在知道bp了 就hp hp呢 我們就用這個帶 它等於mu0分之bp 減掉m ok 所以你這個 被mu0來除就是2分之m這個值 再減掉一個m 就是減掉一個m 把二分之一提出來 二分之m提出來 裡頭就是一個負2 負2 ok 好現在我們要看看hp 就是p點的h長 跟m長的方向 是不是相同 那我們知道 這cosc的2是個正值 大不了是正1 這個大不了是負1 負負的加起來也不過2 但是這個比1小 這個比負1要大 因此這個值呢 比2要來得小 來得小的話呢 那我們就把這個帶進去 我剛剛已經說 我們直接從這裡看就知道 這個值 這個比2小 那一減就是負的 負的話呢 那就表示hp跟m 方向相反 方向相反 這個地方我是直接把它用這個 sita2 它是介於0跟90度之間 sita1 這個寫錯了 應該是 這個是sita1 sita1 sita1 介於0跟1之間 0跟1之間 0跟1之間 那麼我們就把這個 sita1 這個字 我看看 這是sita1 這是sita1 sita1 sita1 是等於這個 sita1就是這個字 它是小於180度 然後呢 大於90度 對不對 大於90度 sita1 sita1 我們從這裡 cosθ1 那它這個就是 因為你cos 小於cos180度 cos180度 是-1 它就是比-1 絕對只比-1 小 那就是比它大 然後90度就是0 所以它是大於0 然後我們把這個 變號一下 因為這裡要變號 變號 這個是sita 這個是sita2 我搞錯了 這個後面是sita1 好 sita2 cosθ2 cosθ2就是 這個大於0 然後呢 小於 這是 cos0度就是1 小於這個 小於90度就是 大於0度 我們都把它畫成這個樣子 這個變個符號 這個大小符號要變號 ok 或者把這個 位置改變一下 然後這兩個相減就是 變成這個字 這個大於0 小於2 所以你把2拿過來呢 這就變成小於0 對不對 我們剛剛直接從這裡看 很快就看出來 所以在裡頭這一點呢 要記住 它的磁場跟m同方向 磁場這個方向 h場呢 跟m同方向 就是跟這個方向 那因此就是說 在p點 磁場跟磁場強度的方向 要相反 好 現在我們就看兩端 看端點 這點跟這點一樣 我們取一端 這個端點 在裡頭是q 頸靠外面是q' 內側的q 內側的q 如果p點在這裡的話 那c2就是90多 c1 大於2分之排 所以cosθ2 就是0 cosθ1 就是小於0 大於0以上 第二相加大概就是負值 所以bq bq我們還是帶這個 不過它是 現在只跟這個不一樣的 cosθ2 0 cosθ1 小於0 小於0是負負得正 所以bq跟m還是同方向 bq跟m的方向還是相同 好我們再看這個 這是我們剛剛求出來的 hq呢 hq呢 hq還是等於這個值 mu0分之b-m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 被mu0除-2 它就變成這個值 OK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是負值 了不起-1 加一個2一定是正值 這個是正值 乘上負的 它就是一個負值 所以hq跟m方向相反 那就表示bq跟hq在端點的這個地方 bq跟hq方向還是相反 可是在外側呢 q'這個還是一樣 其實就是在外面 它的差別就是這個有magnetization 這個沒有magnetization 其他的都跟這個前面這個是一樣 這個都一樣m-0 所以bq等於bq'還是這個 就是bq還是跟m同方向 但是hq呢 hq它現在沒有m了 就是這個值 這個 這是小於0的 符符得正 所以hq啊 hq啊 不是這個我說錯了 對應該是 這個都是負的 符符得正 所以它跟m同方向 它也跟m同方向 所以在外面這一點 bq跟hq是同方向 裡頭這一點bq跟hq是反方向 這一點也是bq是反方向 所以從這裡我們知道 永久磁棒兩端是內外側b長相連續 但是h長不相連續 但是h長不相連續 因為b長裡外都是跟m同方向 但是h長不是h長裡頭跟b長方向相反 外頭跟b長方向相同 所以不相連續 所以不相連續 好 這是相連續 這個不相連續 hq是這個 hq是這個 你這兩個 一加起來就變成 二 配二分之一 就是一倍的m 一倍的m 這兩個消掉了 所以這兩個 不是相連續 相連續就是零了 這裡不等於零 好 現在我們就把這個磁化圓柱棒 它h長的立線 跟b長的立線 我們把它畫出來 這個在外面 比如說 這個是b長 b長是連續的 所以它到這裡以後呢 就是這樣子的 連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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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曲線 就是表示b長 在磁鐵棒裡頭的情況 h長呢 就相反了 剛剛我們覺得是軸上面 偏一點 偏一點呢 它的h長就是這樣子 它跟 就是這裡h長 正好跟b長方向相反 這個是h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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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外頭啊 h跟b就是一樣了 所以h長的磁力線 你可以看成是這樣子回到這裡來 到這裡 但是裡頭呢 裡頭就是不一樣 裡頭就變成從這裡到這裡來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成 這個地方好像是一個什麼 對h長來講 好像是一個n級 你看啊 就好像以前我們這個電荷 這裡帶正電 所以電力線都是從這裡發出來的 這裡頭電力線 如果是帶-Q是集中的 所以這個是n級 這個是s級 這個n級這個s級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一個 永久磁化的這個物質啊 它b長是連續 但是h長不是哦 要注意這h長不是哦 好這裡是說有一個薄片 圓圓的薄片 它的厚度啊就是t很薄很薄 半斤是r 它有magnetization是圓著這個z的方向 m等於mz 現在要求這個薄片 內外的b長跟h長 內外的b長跟h長 好那麼 還是一樣你要求b長跟h長啊 因為它沒有自由電流啊 所以它一定是由magnetization magnetization產生的等效電流密度而產生的磁場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等效電流密度求出來 等效體積電流密度 curlA m等於0 curlB m cross n 就是m的方向 就是5的方向 m cross n 5的方向 這個方向 好 表面磁化電流 因為這個 你看 它裡頭沒有電流 只有表面才有啊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當作是一個 有電流的圓環 它的電流呢 就是is is就是等於s就是表面電流 surface current 它的kb乘t就是mt 我們以前求過一個線圈 我們以前求過一個線圈 的電流如果周圍電流如果是i 半斤是r的話呢 它當中產生的磁場是這麼大 以前我們求過 那現在啊 我們就把這個i 用is來帶 等於mt 那這個z乘m就是m向量的 所以b乘就等於這個值 這個是當中 當中 當中內側就是等於這個薄片很薄 所以這就是內側 在這個薄片裡面 magnetization是等於這個值 所以它的h帶這個式子 它的定義帶這個式子 我們把這個m 用m b是等於這個值 m是等於這個 帶進去 我們可以把它畫成這個樣子 可是在這個式子裡面呢 我們知道這個t呀 小的不得了 薄片嘛 比r要小的很多很多 因此這個值就比e小 比e小的話 它在一個巨大的這個 e對它來講就是巨大的一個數量 所以這個就可以微不足道 它就變成什麼 變成-m 就變成-m 因為t遠小於2r 所以mh就等於這個值 這是裡頭的h 好 外頭的h呢 因為外頭沒有東西 圓旁外面沒有東西可以磁化 所以圓旁外頭這個m等於0 它就等於m0分子b 就等於這個 b掌用這個帶 這是外面 你看 你看裡頭的話呢 h掌跟magnetization方向相反 那就是跟b掌的方向相反 在外頭的話呢 h掌就是跟magnetization同方向 好 好 內側 b掌這個 這個 這就是外側了 我們剛剛講過了 好 現在我們就把b掌的磁力線畫下來 這個是它原來的磁化強度 然後它的b掌呢 就好像一個圓圈一樣啊 圓圈的磁場呢 軸上面都是這個方向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封閉的 這是封閉的 封閉的 封閉的 所以 外面的磁場 跟裡頭的磁力線 是頭尾相接的 但是h掌就不是了 h掌在外面啊 外面h跟m同方向 也就是跟b掌同方向 也就是跟這個同方向 可以化成這個樣子 但是裡頭呢 它是跟magnetization方向相反 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磁化以後就變成這樣 這樣你就可以看到好像 這個地方好像有磁鶴 磁鶴就跟電鶴相對了 電鶴就有電了 這個磁鶴就是說 這裡有一個北極 單獨的一個北極 對這個極來講 磁力線都是朝外 這裡有個南極 磁力線都是朝裡 所以它這個b掌是頭尾相接 h掌不是哦 h掌不是頭尾相接 從這裡到這裡是寫起來的 但到這裡呢 就另外一條線過來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是連續的 到了這裡以後呢 它就是變成這樣過 它方向是朝這一邊 好我們再看 一個例題 一個平均半徑是20公分的螺線環 它外面繞了有630扎的電線 那環內呢 它填滿了磁化率 就是KiM等於100的鐵粉 如果這個繞組的電流 就是這個電流 煤磁是3.0 就三個安培 求環內的磁場 求環內的磁場 好 那這個時候 我們怎麼求呢 我們把這些 這麼多磁 半徑是這麼大 KiM是這個 電流是這麼多 寫出來 好 因為它有這個電流啊 對不對 電流 而且它是螺線環 所以我們呢 可以用這個安培定律 螺線環可以用 螺線管也可以用 螺線環內 磁場強度 這個我們做了太多次了 所以我現在不詳細做 它就等於N over2piR 乘上I 它本來是等於什麼 小Ni 小N就是 總紮數 被長度來出 單位長度的紮數 那這個是632 piR 0.2 20個公分就是0.2 乘上I 三個安培 H長是等於這個字 H長求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式子 由H來求B長 用這個式子 它對μ0 E加KiM 乘上H KiM已經告訴我們了 對不對 KiM告訴我們了 是等於這個式子 通常做這個問題 你這個鐵粉 它是磁化到什麼地步 你根本不知道 只有它知道 它告訴你 我就可以用這個式子 它如果不告訴你呢 那你就要把什麼呢 就比較麻煩 我們將它會有例子 你要把它的磁子曲線畫出來 把B長跟H長的關係曲線 跟這個磁子曲線的焦點 找出它的這個 它的B長是多少 它告訴你就好 像這個也是告訴你了 一個鐵心 有鐵心的螺線環 環內的磁場是1.3Tesla 螺線環的平均半徑是這麼多 鐵心的磁導率是這麼多 如果環上繞 如果環上繞主有這麼多扎 需要多大的電流 繞主是40扎 你要產生1.3Tesla的磁場 你的電流 你的電流要多大 電流要多大 好 那麼我們假設 館內的磁場 可以當作是常數 就是說以後我們也差不多是這樣子 因為它不是常數 你沒辦法處理 大自然很多 對磁場來說 我們不得已 只能假定它是磁場 視為均勻 那就說 你把這個螺線環當作無限長 OK 好 B R也有了 半徑也有了 N44扎 那我們就用這個來求HX 還是這個 變成這個字 OK 所以H呢 又因為H是等於μ分子B H就等於這個 H就等於這個 所以這兩個就相等 這兩個相等就是I就可以把它出過來 以及這兩個相等 I 這個是現在I等於這個 然後H呢 等於B overμ 然後把其他的字寫出來 算出來 算出來是3.2 3.25個安培 這個很簡單 這個它告訴你了 它的鐵芯的磁場率 這個不是常數喔 它是告訴你這個 這個 裏頭的這個 鐵芯的鐵 已經磁化到什麼樣的地步了 它的磁場率是這麼大 好 底下我們要介紹磁路 Magnetic circuit Magnetic circuit Magnetic circuit 比如說我們一個螺線環 這是電流 電流 OK 那麼它就 有電流的話呢 它就會有磁力線 對不對 有磁力線 好 那麼我們就從這裡 用這個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 我們就是 這等於是一個螺線環 我們把它當作很長好了 它是L長 我們當作很長 那這個式子 我們就麻麻糊糊糊可以用它 我們當作是 這是一個長的螺線環 好 那H呢 我們積分積出來 它就是等於 只有這裡頭有了 我們假定 管內 只有這裡 所以管內才有 管外呢 H等於0 這是 你假定這是無限長的話 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我們就是 沒有仔細的去看 仔細的做 你就要在這裡做一個 長方形的封閉路徑 外面的H是0 兩邊的H 外面 這外面的部分是0 裡頭的部分就是跟H差 垂直 裡頭是H 這個 所以這個積分 就變成H乘上L 要等於 I F 那它就是 I 每一圈是I 這裡有多少雜 就是NI 總共NI 所以H就等於這個值 在管外 由於直立線分布範圍管 H很微弱 這就是我們把它當作 無限長的時候 是這個樣子的 這裡有一個螺線環 不過裡頭呢 我們用一個鐵磁物質 來做它的鐵芯 那這個時候你通電流 幾乎所有的這個磁力線 通通在這個鐵磁物質的裡頭 通通在裡頭 好 那現在我們再看這個 這是由三種物質構成的環心 一個 第二 第三 總共繞了N渣的電線 電流每一渣都是I 那現在我們用安培定律的話 因為它是螺線環 我們可以用這個 安培定律 它就是這一段積分 H.L 加上這一段的積分 加上HDL這一段積分 我們 那我們 因為這個裡頭 所有的flux都在這個裡面 B長應該是磁力線 頭尾相接的 頭尾相接的 一樣大 那麼H長呢 就是每一段的H長 我們都可以當作是一個長數 這個長數 這個長數 我們把它當作是H 乘上L1 這一段是H2乘L2 這一段是H3乘L3 這個是H的封閉路徑積分 它要等Ni Ni 那四重Hi跟L 分別是第一段 第i段 環心的磁散強度跟長度 上面這個式子啊 它好像是什麼 好像我們墊路裡頭的 三段墊路相串連 三段墊路相串連 第一段的墊位降是這個 第二段的墊位降是這個 第三段墊位降是這個 那三段的總墊位降呢 就是等於電動式嘛 這個是很像電穴裡頭三段 三段陷路的串連 這個是串連電路了 現在我們比較 這兩個式子比較的 結果我們就說 Ni就好像是什麼 電路裡頭的電動式 我們稱它叫做磁動式 磁動式 我們用εM來表示 那Li就是H1L1 H2L2等等 就是第i段電路的 這個叫做Ampere drops 安培降落 如果是電廠的話 就是電位降 電位降落 那這個就是我們稱它叫做 電位降落 那這個就是我們稱它叫做 安培降落 H 因為H跟B長是這個關係 H等於Bi over Mu i 因為Bi乘上這個地方的界面積 就等於穿過這個界面積的flux 所以Bi等於5i over 8i 把這個式子帶到這個hi裡面去 帶到這個裡頭的H i裡面去 那這個就變成H1 51L1Mu1A1 這一段就變成52L2Mu2A2等等 可是這個5i都一樣大 因為你都在這個鐵枝 都在這個物質裡面 通通局限在這個裡面 所以flux不管在哪一段都一樣大 我們就讓它等於這個 於是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式子裡頭的 5i提出來變成這個 這個就等於磁動式 磁動式 這個可以跟我們電流裡面的來比較 電流的電動式 這個是電路裡頭是什麼東西 通通一樣電流一樣 串連電路的每一段 電流都一樣 電流要乘上電阻啊 才是電位降啊 所以現在flux乘上這個 我們就稱它叫做磁阻 Magnetic Resistance 這個叫磁阻 這個就是第I段鐵心的磁阻 它的形態跟電阻很相像 你看我們以前說一個均勻圓柱體的一個電阻 它跟長度成正比 跟接面積成反比 這個是它的Electric Conductivity 那現在這個磁阻呢 那現在這個磁阻呢 跟這個比較就是 它跟長度也稱正比 跟接面積也稱反比 這個是跟它的磁導率有關 這個是它的電導率 這個是磁導率有關 OK 好 剛剛那個是串連 如果是病連的話呢 你看這個 一個Transformer 假如我在這一段加了一個 Primary Coil N在電流是I 於是它就會在這個地方 產生Flux 這一段裡頭產生Flux Flux到這裡以後呢 它就分成兩段 這個路跟這條路 這個是Phi2 這個是Phi3 所以我們就說Phi 這個時候要等於Phi2加Phi3 好 那麼因為這兩條路啊 它的安培降落 都一樣啊 在病連啊 都是Ni啊 都是Ni 電位降落都是它 好 這一段的磁阻呢 剛剛我們說 它是跟L2成正比 跟這個界面積A2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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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它的次導率 那因為Phi1 Phi等於Phi1加Phi2 Phi2 那這個就是Phi1 Phi1等於Phi2加Phi3 這是第一段 第一段的話呢 那當然它就是 它的齒組 R1就是L1 被A1來組 然後跟它的Mu1有關係 這就是它的齒組 好 我們知道 因為這兩個相等 這個就好像電動式 這個好像電阻 這個好像電流 所以 EM 那等於Phi 這是電流 Phi乘上R1 R1就是等於 等於Epsilon 等於它的齒組 因為大家齒組都一樣 都是這一段 都是這個 所以它就變成 所以就有這個關係 這就好像我們的V of R 電流相等 電流 就對於V of R是這個 所以 大家都是 這個都相等 就可以變成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什麼呢 病年的時候 它的齒組 你看這個跟電場病年很像 電場病年很像 就是總齒組 透過 每一個病年齒組 總齒組是 導速 這是導速 總齒組 導速之河 導速之河 与并能电阻的接触方法是一样的